這家小的品牌都在加盟展亮相 但市面上明明滿滿飲料店 還是有民眾想創業 想到美國開店 那種古早很早期的那種紅茶 現在市面上很少 很少有這樣 所以說我們很喜歡 紅茶通理滿滿歲兵 這家來自台中 已經開業四十年的紅茶店 今年第一次北上展店 預計今年全台店數要突破五十家 那我們比較不怕說 跟別人去競爭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品項的部分 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我們是走古早味的 不過連鎖茶飲品牌加盟金不便宜 日出茶菜要三百五十萬 康青龍和一方水果茶加盟金 也都破兩百 市場飽和度太高了 我不會想創業啊 太累了製造褲子 大學生不敢創業因為沒資金 有業者喊出免加盟金 就能開複合式餐廳 披薩輕食製作簡單 不用太多烹飪 技巧結合茶飲業者專攻南部市場 如果說我們的加盟店 在南部可以做事做得不錯的話 我想在中北部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想說青食早餐店也很夯 各家加盟金比一比 都落在五十萬到一百萬元之間 比起茶飲門檻較低 近五年來每年都有約兩萬人 因為想創業而離職 而且以三十到四十歲最多 雖然經濟不景氣 但手搖杯和餐飲加盟仍是趨勢 但是在加盟展裡還是能看到不少人 想當老闆的夢 這條花燒瓶紅巨尾台報道 是開放一百萬元 在死了百萬元 此之間有個好看 都是優惠的 們在車廠